八斗子魚港嶺 剛返卡諾的漁工 正忙著把一箱又一箱 在外海捕獲的烏魚 分類分級別 因為如此餐的賣得好價錢 色傳這張出海 捕獲烏魚就有六七千尾 然而滿載而歸 船長臉上的神情 看來 卻是有股淡淡的哀愁 原來每年到了冬至前後 就是漁民大撞烏魚 這個俗稱海上烏鯨的自家時刻 過去整個漁港最會捕烏魚的船 一趟出海八萬尾不是問題 今年冬天卻是差強人意 都已經快過了一半 也只有六七千尾路障 然後貨不擔心的是 不是每條烏魚都能稱烏鯨 原本餐桌上烏魚籽代表的 除了美味還有高價 量少已經很頭痛 再加上淡少衝擊 經典過年想品嘗好吃的烏魚籽 口袋看來得要有夠神的準備 藉助丁農言敬語 基東報導